高雄市六柜的山区发现了一具胶尸 而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胶尸的周围摆了疑似八卦镇 用了八个小碟子装檀香在焚烧 看起来像是某种宗教仪式 而警方追踪了这个小碟子上面的卖场标签 也调阅了监视器 发现在上个月26号 这名老先生是他到卖场买了小碟子汽油桶锯子 也就是说这名老先生如果不是死者本人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是命案的关键人 卖场坚实器画面中 一名戴帽子的老翁到五金卖场购物 动作满吞吞 走到归台负账 这就是目前警方锁定 又归交失命案的关键人 油桶 锯子 还有一个锯子 还有一个红色桥 还有一包七星的商品 八十块的商品 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 没有 因为我们也没有很注意他 他看起来大概七岁 他就六七十岁 时间在上个月二十六号晚上六点十五分左右 关键人是这名六七十岁的老翁 算一算他买了四样东西 一个汽油桶 一把锯子 还有九个红色小碟子 还有一包香烟 跟命案现场政务完全相符 老翁在漫场购物负账 态度从容 买完东西到门口抽根烟 才慢慢骑车离开 三十一号命案现场 警方拉起封锁线 城市地周围围了一群木柴 以轻烧成灰 当时礁石周围 用八个红色碟子装檀香 乍看之下就像摆了八卦阵 令人毛骨悚然 警方就是根据碟子上的卖场标签 追踪到买东西的老翁 五月三十一号上午 六桂平原山区发现一具礁石 烧到全身只剩白骨 被发现时还在冒烟 四周疑似有八卦阵 没有任何证件也找不到交通工具 由于死者没有挣扎迹象 不排除是他杀 现场目前来讲的话是 有布鞋 还有一条皮蛋 有放一些碟子有一些弹箱没有错 根据了解 教师旁除了摆八卦阵 连皮带布鞋都脱下来 还有空油桶跟没使用过的锯子 如果卖场老翁不是死者 也一定是命案关键人 正在寻线追踪 追踪 文财中心高某柔 各种报道